在老师跑出来,跑着跑着就这样子 第一节新轮胎好,然后第二第三节轮胎就这样子 就是后轮轮胎的话,稍微多开几节以后就变成这种样子 好像一台要湿起来一样,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大家的轮胎经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磨损痕迹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出现以后又应该如何调整呢? 今天教你一眼看出撕裂的种类,以及正确的调整方法 二三年第一期干货,走起 哦,对了,春风450,优小顶的Plus版,上车图来了 另外还有V2,忍4,R3,GPR150的上车图 喜欢的话欢迎着哦 首先,常见的撕裂类型有两种,冷撕裂和热撕裂 它们形成的原因是截然相反的 这就要求在调整时,需要做出不同的策略 如果弄错的话,就会错上加错 就好比我已经饿了前心贴后背 你还给我喝浓茶吃山楂一样的道理 今儿分享的这个办法,不同于网上常见的 比如什么冷撕裂更窄,热撕裂更宽 什么冷撕裂能插进支架,热撕裂能搓出泥之类的 这种对于没什么经验的朋友,很难看出冷热的区别 依旧抓下 所以今天我们要记住一句口诀 看轮胎有没有产生广泛的热量 这里的关键词是广泛的 大家都知道半热容也好,全热容也好 达到工作温度以后会融化,对吧 那么当轮胎有广泛的热量时,它会因为受到摩擦而融化 反之没有广泛的热量时,就不会大面积融化 基于此,我们再去看图片 我们可以抛开撕裂区不管 而看撕裂区两边的轮胎是否有广泛的热量产生促使轮胎融化 有就是热撕裂,没有就是冷撕裂 我们来看几张照片,强化一下这个概念 这张图两边化了,所以是热撕裂 这张图两边没有融化,所以是冷撕裂 化了的地方,看是否有小的胎脂泥被搓出来 有的话就是热撕裂 如果没有,轮胎两侧跟冷胎状态是一样的纹路 那就是没有热起来,就是冷撕裂 当你从广泛的热量出发 再浮以其他的方式来佐证你的判断,才更保险 现在列举一下冷热撕裂的不同,供大家转发收藏 首先冷撕裂的撕裂纹路更深 可以插个小拇指直接进去那种 热撕裂的撕裂纹路较浅,更像是蜿蜒曲折的解速带 如果轮胎上有凹槽,热撕裂的磨损区一般在凹槽的后缘 有胎始堆积,前缘是干净的 而冷撕裂是贯通的 当车手下场的时候,你可以用掌心去摸轮胎 如果不能坚持两秒左右的时间 那么这个撕裂就是热撕裂 如果轮胎根本不烫手,是温的,那就是冷撕裂 但是这个撕裂不是冷撕裂哦 你能看出区别吗? 这个撕裂在之前的BJ小课档里我们说过 大家可以复习一下 OK,相信大家已经记好了吧 我们知道冷热撕裂的区别之后,应该如何调整呢? 毕竟出现撕裂就等于轮胎过度磨损 磨损多了,动不动换胎,地主家也没有预量啊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调整胎压 冷撕裂的产生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轮胎胎压相对偏高 第二个是地面温度过低 热撕裂产生也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轮胎胎压相对偏低 第二个是地面温度过高 之前BJ小课档说过天气与胎压的关系 大家也可以复习一下 如果你看到冷撕裂,那么我们根据撕裂的情况和地面温度等 并且视当天的直间而定 降低1-4psi的胎压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同样,如果你看到热撕裂 根据撕裂情况和地面温度等 视当天的时间而定 提高1-4psi胎压也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对,总有但是 如果天气已经比较凉了 你也降低了足够多的胎压来促使轮胎保持工作温度 以及抓地力 即使用了轮胎包,轮胎一下场也马上失温的话 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见到比较宽的冷撕裂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建议继续降低胎压了 并且除了胎压导致的撕裂 还有车体不平衡导致的冷撕裂 这个以后再单独开一起讲 所以,当我们再看到撕裂痕迹时 你会调了吗?评论区告诉我吧 今儿就到这儿 关注我,聊天狗哥机车知识 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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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